近时间欢迎您收看 我是杜萍 中国内地报道说 由于中国公安部 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动之下 10月份开始实施 区域性的入境免签政策 包括外国游客在港澳跟团 到广东10个城市 可以享受6天的免签 深圳市政府微信公众号公布 说凡是属于 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公民 经由在港澳合法注册旅行社组团 两人或者以上 并且从港澳进入 广东大湾区的9个城市 包括深圳 广州 佛山 以及汕头等等 只要持普通的护照 就可以免签入境 并且停留144个小时 大约6天时间 但是必须要团进团出 另外 达邮轮自上海 整团上岸的入境者 在团体行动之下 随邮轮赴沿海省市之外 可以再加上北京 可以免签停留15天 59个国家的游客 包括俄罗斯 英国 法国等 国家的游客 可以赴海南 也可以享受免签入境 停留30天 但是活动的范围 必须要限定在海南省 而广西桂林 也对来自东盟10个国家的 两人以及以上的旅游团 从桂林机场免签入境 停留可以达到6天时间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因为疫情之后 很多的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之前 当时申请签证比较繁琐 后来外交部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简化申请签证的手续 现在有关的方面 包括中国公安部 以及国家移民局 对入境这个事情 有提供一些免签的待遇 这就是为了扩大中国跟外国 这个民间的交流 吸引更多的外国的游客 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其他的国家其实呢 也一直在用类似的方式 来吸引中国的游客 所以中国用同样的方式 吸引外国游客的话 这是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点 这个有的一些外国游客 可能在反映 就是说在进入中国的时候 也就是在边境入关的时候 可能的手续比较慢 也就是说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呢就涉及到 比如说海关检查行李等等方面 估计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快速 所以呢就是让外国游客到中国来 首先这个政策是非常好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 要在每一个步骤上 要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愉快的经历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吸引外国的游客 好 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方面 战事还在持续 乌克兰方面说 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动了袭击 乌军击落了俄军一枚巡航导弹 和29架无人机 俄方就只是说 乌军使用极速弹药 炮击了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一座村庄 乌克兰空军3号表示 乌军击落俄军发射的一枚 伊斯坎德尔K巡航导弹 以及31架无人机中的29架 乌军指 俄军大部分袭击目标 锁定尼古拉耶夫和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布城 俄军在过去一夜 发动一波又一波袭击 袭击持续三个多小时 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表示 在首府蒂涅伯市 坠落的残骸导致1000私人企业起火 而在巴弗洛赫拉德市 有工厂生产设施遭到损坏 并引发大火 尼古拉耶夫州长表示 16架无人机在尼古拉耶夫上空被摧毁 另外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 州长表示 乌军3号使用极数弹药 炮击当地一座村庄 造成树洞民防受损 不过没有人员伤亡 乌克兰今年7月证实 收到美国的极数弹药 并承诺 仅把这种杀伤力强的弹药 用于阻止敌军集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避免了联邦政府关门 但是法案没有涵盖 对乌克兰的额外经济援助 拜登政府2号对此表示了失望 拜登政府呼吁国会立即采取行动 另外据美国政客报援引官员消息指 美国将于本周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援助 白宫发言人2号表示 对乌克兰的国际支持将是长期的 美国将很快宣布 对基辅提供新一轮的援助 不过白宫也警告说 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 只能在短期之内满足乌克兰的紧急战场需求 有美国官员透露 说一个旨在帮助乌克兰购买新武器 和其他物资的长期项目 已经没有资金了 美国参众两院早前通过的 短期拨款方案 剔除了此前提出的 1笔60亿美元的原污资金 而国防部官员近日 说美国国会两党在资金问题上的争斗 已经影响到了军方的武器补充 好 欧盟外长会议首次走出成员国 2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 会上建议说 明年向乌克兰提供 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会后与乌克兰外长 库列巴见及者时 提出一系列对乌克兰的承诺 博雷利表示 欧盟还打算在年底前 培训约4万名乌克兰士兵 包括驾驶F-16战机飞行员 并可能与乌克兰国防企业 成立联营企业 在他强调 欧盟能给出最强大的安全承诺 是成员国资格 库列巴也表示 会议上乌克兰加入欧盟已有共识 目前只是时间问题 预计年底前将展开谈判 本次会议是欧盟首次 在成员国以外的地方举行外长会 而且地点是候选成员国 和交战中的国家 开创多个第一次 伯雷利形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目的是向乌克兰民众表达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 欧盟成员国外长时表示 乌克兰的胜利取决于 与欧盟的持续合作 近期斯诺伐克辛尔派胜出国会大选 以及美国国会短期不还法案 不包括乌克兰援助 都预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可能会减弱 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 重申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泽连斯基随后向意大利等四国外长 致送国家奖章 感谢他们对乌克兰的贡献 《疯狂卫视》综合报道 关于援助乌克兰的问题 这个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比较困难 原因就是在欧美两国 咱们难度都比较大 越来越困难 原因就在一个是 各自国内的政治的问题 另外一个确实手上拿不住钱出来 你说如果有钱的话 他们当然肯定还会继续给 但是现在各国家都比较困难 特别是美国现在 就政府关门的事情都差不多都发生了 而且长期的拨款法案 政府现在还是没有底 没有着陆 所以你怎么来让美国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无止境的援助呢 是不可能的 临时可以 短期可以 但是长期来讲 确实是没有任何确定感 这也就是欧洲国家比较担心的地方 欧盟之所以把这个外长会议 搬到这个基辅去开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噱头 也就是说做个姿态 让乌克兰看 就是说欧洲国家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遇到的问题 欧洲不会出现 你看我们外长会议都在乌克兰举行了 所以将来还会继续的支持 而且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承诺 就是明年要50亿欧元的支持 这个说的话很大 但是能做到什么 确实是很难说 为什么呢 50亿欧元明年一年之内 那个钱从哪里来 这个钱还是要从各个成员国的身上出 对不对 那么现在各个成员国自己困难都很多 然后呢 还有几个国家其实已经公开的表示 不支持乌克兰 不再给他钱 也不再给他武器 这些国家哪一国家 像匈牙利肯定是明确的 第二个呢 刚刚选出来的斯洛伐克的总统 他是亲俄的 也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把钱给乌克兰的 另外还有呢 波兰 对不对 波兰最近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甚至是扬言说 不再给他提供的新的一些武器了 当然还没有说话的国家 也是很多的 这不过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 所以就是说 欧盟委员会 这博来利说50亿美元明年就有了 但是呢 这个钱你自己出吗 出不了 而且呢明年还有什么情况 就是欧盟啊 欧洲议会会选举的 选举大家这个看民意啊 民意如果不支持的话 你想继续的把这钱给乌克兰用的话 也是拿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之大的 即便欧盟拿出钱来 但是靠欧盟是不够的 美国是一个大头 美国都出不了钱 欧盟估计可能 就是独木难支啊 很难一个人支持乌克兰继续打 打多少年都能够支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接下来呢 就涉及到这个 APIC峰议 APIC会议呢 将在这个旧金山举行了 那么对于俄罗斯方面说 由于美国对总统普京 实施了制裁 所以美国政府决定 不邀请普京出席 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 也就是APIC峰议 美国国务院2号也证实了此事 说普京不会现身 今年的APIC领导人的峰议 美国国务院2号表示 作为今年APIC峰会的东道主 美国政府发出的邀请 将会遵循制裁与管理条例 俄罗斯联邦亚太经合组织 高级官员比尔基耶夫日前透露 由于制裁 美国政府通过双边渠道告知俄罗斯 今年不会邀请一些领导人 而莫斯科方面坚持让美国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发出APIC峰会邀请 美国国务院在2号明确表示 普京不会出现在 11月旧金山的APIC峰会上 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宣布对普京实施制裁 去年3月 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逮捕令 指控他犯下了战争罪 不过美国国务院拒绝回应 如果普京访问美国 作为国际刑事法庭非成员国 美国是否会逮捕普京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美国蒙茅斯大学2号 公布了一份民调 民调显示除了党内人士之外 大多数美国的选民 对拜登和特朗普 获得2024年大选党内提名 都缺乏兴趣 另外在包括年龄在内的 多数问题上 特朗普的民调表现 都比拜登要好 蒙茅斯大学的这份民调 于9月19号至24号进行 共访问了737名美国登记选民 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37%的登记选民表示 对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非常或有点兴趣 对拜登获得党内提名 持相同看法的比例更低 为32% 独立选民中 对特朗普和拜登获得提名 感兴趣的人进一步下滑 分别为35%和19% 在两党内部 拜登和特朗普都拥有较高的支持率 但特朗普的表现同样优于拜登 有78%的共和党人 对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 表现出热情 其中47%表示非常热情 68%的民主党人 对拜登表现出热情 但表示非常热情 不到三分之一 为29% 调查报告还指出 如果再次上演巅峰对决 在登记选民中 肯定或可能投票给拜登的人 占42% 落后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但有四分之一的独立选民表示 不会投票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 尽管拜登只比特朗普年长三岁 但有近八成的美国选民认为 拜登过于年长 无法上任第二个总统任期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 对特朗普的年龄问题表现出担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很多的美国人 对明年的总统大选 都有这种看法 也就是两个老人 逗来逗去 没什么好看 没有新的面孔 还是两个老面孔 这个逗来逗去 大概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看点 主要原因就是 当然可能从各个党内 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 或者对美国未来的前途比较担心 而并非是担心两个老人 是担心美国的前途 将来在他们的手上 或者其中一个人手上 会变得怎么样 所以在对拜登的看法 比较负面多一点点 问题就是出在他的身体上面 不断地摔跤 对吧 坐上飞机在咸踢上 摔了好多次 这个都会影响到民众对他的看法 虽然就是拜登 只是比特朗普大三岁 但是大家都认为他身体不行 甚至是认为说 他有老年痴呆症 可是对特朗普 好像没有这么看法 或者是至少没有这么严重 确实两个人给人的感觉 确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好像显得比较有活力 另外一个脑子还是比较清楚 口齿比较凌厉 但是另外一个 老是说错话 经常是说一些 让人家听不懂的一些话 等等类似这些 所以就是从美国的选民来讲的话 担心就是这个 又怕特朗普卷土重来 又怕拜登继续当总统 比如说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很焦虑 所以对明年 两个人的对决 好像不那么感兴趣 根本的原因 就是对未来美国的前途 有点担心 但是我比较感兴趣 我为什么比较感兴趣呢 你想啊 这两个人再次对决 年龄那么大 而且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特别是特朗普要报仇 这个一个官司 接这个官司 然后呢 你说在对雷当中 对决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是比较感兴趣 他们两人将来明年 怎么斗 斗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号致见穆伊兹 祝贺他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而马尔代夫新当选的总统三号 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阐述了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外交政策 他说在确保国家和平 独立 主权 完整的前提之下 愿意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在总统决选中 穆伊兹得票过半 当选马尔代夫新总统 穆伊兹在竞选期间就承诺 一旦胜出大选 就会撤走外国驻军 确保马尔代夫主权独立 目前印度在马尔代夫 有小规模驻军及数价巡逻机停泊 被外界认为侵华的穆伊族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马尔代夫是一个小岛国家 太小而不能承受任何大国争端 马尔代夫传统上也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他的政府将以马尔代夫优先为政策主导 我们没有继续在任何大国争竞争 与其他大国争竞争 我们一直有好关系 跟所有国家的银行 和我们的银行 我们有很多计划和议会 与不同国家的交易 在今时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重要性 是保持我们的国家 保持平衡 在擔任馬爾代夫住房和環境部長期間 穆宇祖曾通過一帶一路倡議 推動馬爾代夫基礎設施建設 穆宇祖表示 中國和參與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 建立互惠互利關係 他雖不能參加10月北京舉行的 一帶一路高峰會 但就此表達了嘱咐 我們在2014年 當中國禍的時候 遇到納орд會 這是很高的動作 我感謝很幸運 我們能開業 量的一些情cros 反正其實是 一手最主要的 會是辛丁-Mächter的壁 經濟日節 反正的政策 我們會保證這個動作是成功的 穆宜祖的就職典禮 將定於11月11日舉行 目前 馬爾代夫政府 仍處於過渡期 因此 穆宜祖以後任總統的身份 在他的住所接受了本台的專訪 鳳凰衛視 楊詩元 馬爾代夫報導 加拿大籍的西科教分離主義領袖 尼賈爾在加拿大 懷疑遭到了印度特工的刺殺 這一事件正在繼續的發酵 加拿大印度外交關係 也因此去冰點狀態 英國金融時報3號 引述了知情者的話說 印度要求印度 亞人大必須在10月10號之前 從印度撤出41名外交官 報導稱 新德里方面 已經通知渡泰華 要求將原本住印的62名外交官 在10月10號之前減少41名 還說要取消住印的 加拿大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權 對此 兩國官方尚未置評 加拿大吉西科教領袖 尼賈爾今年6月造槍殺 因加拿大方面懷疑印度政府 與此案有關 兩國關係急劇惡化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9月中旬表示 正追查有關印度政府特工 與尼賈爾被殺之間的聯繫 並直言外國政府在加拿大領土 殺害加拿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 同一天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 驅逐一名印度外交官 指其涉嫌參與暗殺尼賈爾 印度外交部隨後就發表聲明 否認印度政府與尼賈爾遇刺事件有關 並驅逐一名加方外交官 之後宣布 從9月21日開始 暫停在加拿大的簽證業務 印度外交部還以加印使團規模 秉持對等原則為由 敦促加拿大削減駐印度外交人員 有評論認為 加拿大和印度 將很難在短期內緩和關係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好 印度和加拿大的關係 現在還在持續地惡化當中 剛開始的時候 加拿大總理托勒多是那麼很神氣 對不對 公開地指責印度說 參與了那名希克教宗教領袖的 謀殺事件 這個本來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事情就是沒有拿出足夠的證據 就是公開地聲稱 這個顯得在外交上是 有一點比較急躁 比較草率 當然印度是非常的憤怒 結果就導致了雙邊關係 發生了一系列的問題 印度做的事情比較多 除了驅逐加拿大的外交官之外 還凍結了加拿大人 申請印度簽證的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警告印度的遊客 不要到加拿大去旅遊等等 一系列的事情做的比較多 而且對加拿大也做出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指責 說加拿大就是恐怖分子的天堂等等 那麼接下來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雖然呢就是指示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人士的報道 加拿大和印度都沒有否認 我估計可能是真的 這個事情呢就是講到什麼呢 就是印度的民意講要驅逐41名加拿大的外交官 是因為加拿大在印度的外交官的數量多於加拿大的印度外交官的數量 意思就是說不平等 所以要求平等 那麼意思就是41名加拿大的外交官都要在10月10號之前離開印度 否則的話他們的外交後面權就會被剝奪掉 意思就是可能會對它採取更加嚴厲的行動了 現在呢這個加拿大方面還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我估計可能會悄悄地執行了 加拿大現在搞得比較難堪 就是說印度要拿出這個謀殺那個西哥教領袖的那個證據出來 但是現在到現在為止沒有拿出來 那這個事情就比較被動了 那印度在這個問題上好像顯得是非常的具有進攻性 目的是什麼 目的不是說這個兩國的關係就從此就永遠不好了 但是它要達到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要讓加拿大方面在西科教或者西科族 西科族這個問題上要做出讓步 做出什麼樣的讓步呢 因為在加拿大呢有77萬名西科族 這些人呢都是要求旁者普旁要獨立建國 加拿大方面還支持他們 甚至在加拿大國會這個下議院有多達15名西科教人 西科族人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會使得印度的加拿大的關係呢 處於一種非常難辦的這個狀況 再加上特勒多公開指責印度 這個從事了謀殺的行動使得印度希望成為大國的那種形象啊 變得非常的暗淡 就是當眾羞辱了他 所以他要扳回一局 要改變自己的形象 還要讓加拿大做出妥協和讓步 好 最後呢 請你瀏覽一下世界其他媒體的主要的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大家